在流行趋势变得如此之快的当今韩国歌坛上,想每一首新歌都想获得大众们的关注,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更何况作为竞争如此激烈的爱豆女团组合来说,这样的一个成绩更是非常难得。 不过出道迎来三周年的JYP旗下女团组合,TWICE则做到了这一点。 第六章迷你专辑,Yes or Yes,获得了十连展的好成绩。 所谓的十连展就是推出的十首歌曲,都获得了姻缘榜第一名。 出道三年,TWICE就凭借超强的粉丝团队和不知疲倦的回归速度往返于日本和韩国之间。 不知不觉当中,很多人也把国民女团的称号送给了她们。 刚刚公布的这首年末单曲,Yes or Yes,一经推出之后,也迅速霸占了七家韩国主流的姻缘榜的第一名。 不仅在韩国国内势头强劲,在东南亚十七个国家和地区iTunes排行榜上也顺势获得了第一名。 而另外作为JYP的另一个主战场,日本市场上,Yes or Yes,的表现更为抢眼。 总共七首歌,竟然获得了LINE音乐排行榜的前七位。 Yes or Yes,的MV也更新了TWICE此前的点击量记录。 该MV一经公布之后仅仅用16个小时,YouTube点击量就超过了1000万,而2000万点击量也仅仅用10小时27分钟。 这样的点击率也是打破了K-pop历史上女团组合最短时间点击量。 那么TWICE的目前的局限性到底在哪里呢? 很显然,在日本和韩国为主的亚洲市场相比,TWICE在欧美地区的关注度则明显低于YG旗下的Blackpink。 当然很多人所指整体音乐风格是最大的差异点。 毕竟YG旗下Teddy团队都是以欧美嘻哈风为主的音乐风格。 未来的TWICE,如果真正想成为被所有人认可的国民女团的话,JYP有必要认真考虑九兔的音乐风格。 但很显然,曾经有过Wonder Girls的惨痛教训之后,蒲振英一定会在进军欧美市场上更为谨慎一些。 毕竟目前来说,韩国国内真正能像BTS、MonsterX、GOT7那样在欧美大事的女团组合还真没有。